相信大家都收到很詳細的基因報告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問題想問 我想問因為我的DNA報告 說我有12%越南人的DNA 是不是我的祖先是越南人? 你有12%越南人的混合 基因庫是很詳細的 它會比較了不同地區的人的基因 有一個很重要很準確的方法 去看看自己的祖先源頭 都是用基因測試的 在座我看到有些甚至乎 有些比較偏遠的地方的祖縣 例如非洲都有 如果不是這次DNA測試 我都不會知道自己原來有非洲人的血統 其實我還有日堂、越南和東南亞的血統 原來我都挺國際化的 Hello 我想問你 我cancer risk在這裡都是綠色 是不是我不去生cancer? 那你綠色就好 例如黃色可能高一點 那你要特別注意 例如紅色可能高出10倍 如果你基因顯示你是高了10倍、8倍 可能你比別人更年輕 你都要特別注意 癌症、糖尿病這些 那你特別注意 你是不是早點去檢查? 那你早點檢查一定是可以早些診斷 還有預防一些病發症 DNA對預防疾病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DNA可以令到我們知道個人對某種疾病發生的機率會不會高 如果知道機率高 我們可以提早檢查、提早診斷 還有我們更加有效的治療 Hello 醫生 剛剛我看到我的報告上就有寫 我的病發症有些會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呢? 如果有疾病的風險 通常疾病的都是多基因性的 你就不用太擔心 它是會增加了你的一些風險 其實我通常就會說 如果真的增加了你一倍至兩倍 你少少去留意它 如果兩倍以上 三倍、四倍、五倍 你額外去留意 譬如你真的有糖尿病是特別容易有的 你青光眼的基因風險就高了 你就多些去做相關的檢查 當然後天也可以改變 譬如我有糖尿病的基因是有的 但我真的很乖 我不吃很多甜的東西 我做很多運動 我又不會有個大肚腩 可能這件事不會發生也不一定 DNA在醫學上的應用都很多 它可以是一種疾病風險的評估 它是可以一種診斷性的東西 譬如有腫瘤 我們都可以了解一下 有沒有一些基因的突變 繼而我們可以利用一些 標靶的藥物去治療 今天大家很開心 我們可以分享到關於基因的東西 我相信希望這些基因的報告 可以幫到你們將來的發展 特別是健康的管理 基因雖然都是很重要的 不過後天的培養 努力更重要 我祝大家將來的事業 就是蒸蒸日上 我們麻煩67息 謝謝大家 咱們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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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